1 2 3 倒數結束 名槍起跑一群小學生奮力向前衝 今天上午淡水文化國小在紅毛城前方 舉辦一年一度的越野路跑活動 而這項專為國小五年級所開設的體能路跑活動 校長表示其實這是文化國小的特色活動 校方從多年前開辦文化小鐵人運動 讓小學生從四年級開始學游泳五年級路跑 而到了六年級則是騎單車培養學生 從小就有非常好的體力 文化國小有一個很特別的課程叫做文化小鐵人 我們的小朋友四年級是游泳 五年級就是慢跑路跑 六年級呢就是單車成年里騎自行車 那小朋友都非常期待 所以從文化國小畢業的孩子 至少他都已經嘗試過什麼叫小鐵人 能夠游泳 能夠路跑 能夠騎自行車 校長表示今天的路跑活動 從學校附近的紅毛城出發 往淡海方向沿著路旁繞到炮台公園 再從圓門五級跑回學校 總長大約有三公里 而為此許多家長以及志工 都非常熱烈參與導護工作 將近有二十位 就是希望能夠讓學生在最安全的環境下盡情奔跑 跑完了 跑完了 會不會累啊 很累 你剛剛跑了一大圈對不對 那你呢 那我也拍了 很累 很累喔 經常在跑步 有 喜歡跑步嗎 喜歡 那我們今天五年級的小朋友有142位 那我們要跑3.3公里 我們會到炮台然後再繞回來 那家長也非常熱心 我們在中途都有設這個補水站 我們總共有大概將近20位的志工還有家長 來參與這次的活動 又有140位 雖然只有三公里的小小路跑活動 但也讓學生跑出自信心 校長表示其實小朋友最喜歡上體育課 而校方也非常重視體育活動 因此藉由文化小鐵人的趣味活動 讓小朋友在各年級就可以體驗運動精神 讓每一位學生都可以成為小小鐵人 即將習近平 才會成為小鐵人的小鈴鐵人的小石